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只母鹅在那里干啥 这两只母鹅真是有意思了 打架的 玩得好开心啊 鲁花鸡 他又想偷吃我桶里面的 他吃的什么 吃的蘑菇 鲁花鸡每天在果园吃草 吃昆虫 可以每天节约一半的粮食 而且还能够下蛋 不至于不给它们喂吃的 它们就不下蛋 在果园养鸡有这点的好处 还好我这里面积比较大 用铁丝网把它们都围起来了 你们就饿了 饿了没有 饿了 你看看 我只不过是想去捡蛋 这么多鸡就跟过来 我没有准备给你们喂吃的呢 简单咯 一二三四 这里是四个 八个了 上面的也开始下的 好小啊 九 十一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哎呀 打破了 打破了 吃掉 十七个 十八 十九个 十九个蛋 有一个蛋打破了 可以哦 总共是二十八只鸡 三只公鸡 还有二十五只可以下蛋的鸡 那个鸡那么小应该没下蛋 二十五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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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下蛋 二十五只鸡 八只鸡 尽了一只鸡鸡 加了一只鸡鸡鸡鸡一只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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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 哇塞 这是一只小公鸡 小小的长这么大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鸡在果园没回来